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進展 在昨天國務卿蓬佩奧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就宣佈要撤銷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對於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官員交流的自我限制 這項舉措當然就是大大提升了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同時也會為著拜登留下一個極之燙手的珊瑚 使他陷入一個兩難之局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蓬佩奧真是一個敬業熬業的人 終然來到任期已經是行章結束的階段 他仍然選擇了緊守崗位 沒有說什麼割蓆自保、跳船之類的行為 更加沒有倒轉槍頭地對付特朗普 反過來他就是握緊時間 使出這一招最後一擊來對付大陸 這件事也是印證得到 美國有些主流媒體真是墮落到不堪的地步 在上個星期發生了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以後 美國有些主流媒體就宣稱引述了一些所謂的消息人士披露 就說國務卿蓬佩奧和財政部長武勞欽召集了他們的所屬部會 一起討論要援引美國憲法第25修政案提前罷免特朗普總統 現在根本上就發現到這些報道完全是紫虛烏有的 是純屬虛構的 但是這些主流媒體又不需要發表任何澄清聲明 甚至乎是道歉啟示的 完全是離譜的 無所不用奇極地要用盡一切的辦法來唱衰特朗普 根本上做不到反映事實或報導真相的功能 純粹是在搞文藝創作 除此之外 蓬佩奧在發表這份聲明以後 在國內也遭遇了一些左派人士的攻擊 在Twitter上竟然間出現了很多洗版式的留言 就批評蓬佩奧為何要在這個時刻 和台灣提升關係 反而不去譴責所謂的暴力呢 這些完全就是顯露出那種左膠左翼的霸權 連國務卿要執行他自己本身的職務 都要遭受到這些無理的批評 純粹是因為國務卿沒有按照著這些左派人士的想法來做事 這些簡直是不知所謂到極的 但是接下來的四年就肯定會越來越多這些民粹 越來越多這些左膠霸權來作誰 而蓬佩奧來到現在這一刻都仍然盡中職守 沒有背叛特朗普 肯定就會被那些左仔認定他是特朗普的親信 接下來的四年難免連蓬佩奧都會遭受這些左仔的政治清算 大家都看到了 在參議院裏面那六位支持特朗普支持到尾的參議員 已經陸續招致一些左仔的攻擊了 說回蓬佩奧的這篇聲明 蓬佩奧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台灣就是美國其中一個充滿著活力的民主和可信賴的夥伴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美國國務院就制定了一些複雜的內部限制措施 以規範美國的外交官公務員和其他官員和台灣互動的關係 美國政府單方面採取這些措施 以安撫北京的中共政權 這些措施往後就不再了 今天他就宣布了要將所有這些自我限制措施取消 行政分支機構也都應該要考慮到 先前國務卿授權發布的美台關係所有聯繫準則 都已經是無效的了 除此之外 在外交事務搜索當中 列明了其他機構和台灣行政部門往來的部分 應該就視作無效 除了有關於美國在台協會這個部分以外 而根據這個台灣關係法 美國行政部門和台灣的關係 應該交由美國在台協會全權處理 聲明最後一段說到 美國政府和世界各地的非官方夥伴都保持著關係 台灣亦不例外 美國和台灣兩個民主政體是享有著共同的價值觀 就是尊重個人的自由 法治和對人的尊嚴 今天這篇聲明確認得到美台關係 並不需要也不應該因為官僚體系的自我設限而受到束縛 其實蓬佩奧明顯地就是要握緊他任期的餘下時間 將過去他想做而未做的一些行動 尼尼拿拿就趁這個時間做了他 很明顯這篇聲明就是大大提升了美台之間的關係 因為過去幾十年以來 對於美台的官方接觸 作出了很大的限制 因為美國正如這篇聲明所說 要討好大陸 現在一下子掃除這些自我限制的障礙以後 等同於為著美台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 打開了一個缺口 當然很多人都會認為 現在任期只有十幾天 很可能拜登上任所謂總統以後 就會將一切的局面扭轉 現在蓬佩奧正正要擺正唐太 而且全速來踩油 下星期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將會訪問台灣 在14日那一天 他將會發表一篇演說 到底在這篇演說裡 他會不會包含著一些很破格的內容 甚至乎會承認台灣的地位 目前還未知之數 但是蓬佩奧昨天的這篇聲明 就足以令拜登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 亦等同於為拜登埋下了一個所謂的地雷 為什麼這麼說 拜登大家都知道 他和他提名那位所謂的 國務卿候選人布林肯 那個對華政策 就是會重返奧巴馬時期的路線 所以現在蓬佩奧所做的一切 這兩個人肯定是不合胃口 一旦他們真的上台以後 究竟他們會不會很快撤銷 蓬佩奧所做過的一切決定 如果是不會的時候 當然他們肯定是心不甘情不願 就是受到了推他們上位 處於背後的深層政府的阻止 如果他們會推翻蓬佩奧所做過的決定 那就真的在發揮他們的自由意志 因為他們未上台的時候 就已經否定了特朗普的對華路線 如果他們真的去推翻蓬佩奧的決定 現在蓬佩奧正正就是撤銷了美台官員交流的自我限制 如果拜登和布林肯又加上這些自我限制的時候 到時他再提倡什麼聯歐抗宗或者聯什麼抗宗 基本上國際社會肯定就不會再聽他的腦點 因為你自己都不抗 你叫人抗 那些人就變得很笨實 人家一定不會聽你那支笛 所以這條拜登就算讓他上去都好 他都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 他也要處理台灣問題的燙手珊瑚 分分鐘在最後的階段 如果特朗普突然說要宣佈承認台灣的地位 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就已經是中地雷 好了 至於台灣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台灣駐美國代表處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蓬佩奧的宣佈就是充分地反映到美台關係的強勁和深度 台灣政府就是自成地地表示歡迎 除了向美國國務院表達感謝以外 駐美的代表處也都感謝長期關心 美台關係的美國國會兩黨議員 他們還說期待美台夥伴關係可以在可見的將來 持續地強化和成長 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看一看你最後一句的期待 都很難實踐得到 因為說要重返奧巴馬的年代 奧巴馬的年代最厲害是什麼 就是叫台灣你自己和中國加強溝通 你自己和中國加強談判 他基本上不會像特朗普一樣 那麼關顧你 特朗普在過去四年以來 對台灣的軍售是超越了美國史上任何一個總統的紀錄 在四年期間總共軍售了11次 無論在規模上或者金額上都是創了紀錄 可見特朗普非常關注到台灣的安全問題 而且在今年其中一宗軍售案當中 其實還簽訂了一份九年期的合約 確保得到台灣有足夠的彈藥供應以應付需求 這件事就盡顯得到特朗普和蓬佩奧的高尖遠足 九年確保的供應期 即是橫跨了兩屆美國總統的下任期 無論下一屆或者再下一屆誰做都好 至少台灣也不用在這方面有所擔憂 當然你下一屆再能不能撥亂反正 這就看美國自身的收違 但至少能確保得到 現在簽了這份合約 就無法反悔 實情很難反悔 就算法國當年和李登輝在九二年簽的合約 到現在都是履行當中 所以特朗普和蓬佩奧 對台灣來說 可以說是認真不說得 已經做到可以說 沒有十足十都有九成九 所以難怪為何台灣人會這麼支持特朗普繼續做下去 因為這個人真的會關顧到你的安全問題 而且蓬佩奧已經暗示過 一旦大陸會對台灣動手的時候 美國就不會袖手旁觀 已經把答案寫在牆上了 問題就是拜登和布林肯之流 究竟他們有沒有作出過類似的宣示 到現在這一刻都是沒有的 所以未來的四年 台灣人都可以說是要自求多福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